大家好 2023年可以說是 R&B 跟 Hip Hop 的新人 背出大放立彩的音樂 蠻多我認為說真的是潛力十足 但是也相信就是未來的競爭會更強的 首先就是 BTS 的 John Cooke 他出了 Golden 裡面有三首歌進榜 再來就是西洋樂壇去年也是新人背出 那尤其是我很喜歡 Tyler Tyler 的 Water 真的很好聽 我已經很久沒有聽到那麼好聽的 R&B 而且他已經入圍了葛萊姆 今年 21 歲的 Tyler 他是來自於南非 然後他也是告示牌上榜當中的 第一位就是在這 55 年以來 第一位入圍的南非籍的歌手 聲段也很美 就是唱作俱佳 可以說是天生的藝人 Water 實在是太好聽了 我一聽就被圈粉了 這連兩個女生組成的 Pink Pandarus 和 i Spice 合唱 Boy's a Liar Point No.2 這首歌也是在去年 殘連在告示牌的排行榜 去年是 Sisa 豐收的應援 專輯 SOS 裡面有兩首 R&B 單曲 同時進駐了冠軍單曲排行榜 那根據告示牌的排行榜資料 SOS 已經是史上 R&B 專輯當中 殘連最久了 那 Sisa 同時也是冠軍的詞曲創作歌手了 所以他一首包辦了創作表演歌唱 那 Kill Bill 這首歌是致敬美國暴力美學導演 Quentin Tarantino 的追殺比爾的劇情 Doja Cat的MV 當中很多的素材都是來自於他個人的塗鴉創作 那包含那一支綠色的怪獸 而且也維持了他一貫的髒話風格 美式髒話 那有趣的就是 他是取樣於Deeon Warwick 60年代的爵士藍調金曲 Work on By 那原唱是一個比較抒情浪漫的風格 那被Doja Cat改造成一個非常我心我素的一個拼貼版本 然後還加了一段那個饒舌的段子 他就變成說婊子 我高興說什麼就說什麼啊 不要來評價 那Doja Cat在Apple Music接受訪問的時候更說啊 他的MV 常被就是被歸類成 就是他都在做那個魔鬼啊 撒旦的崇拜 但是其實他只是把塗鴉的哥布林的綠色怪獸啊 放到MV 里當成創意 那他出道的時候也是靠著怪取勝的啊 他是穿那個乳牛裝啊 然後學牛叫啊 那在終於很搞怪的那個創意 MV 就讓他引起了注意了 Jack Harlow 的 Loving on me 也是取樣於R&B 老歌 Dale Cadillac 1995年的歌曲 Whatever 那這首歌詞咧是 我是認為他比跨到那個 Junkook 的 3D 爭議更大 因為這個歌曲的意志 既是SNN啊 又是捆綁又是鞭打啊 也是引起了輿論的一番批評 我會持續介紹我的R&B 還有 HipHop 的音樂清單 如果有興趣想要聽的話也可以在我底下的資訊欄耶 就去打開那個連結有我的 YouTube 還有 Spotify 的 Playlist 因為有你 我才在這裡 謝謝收聽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